据华盛顿邮报2月15日的报道 通货膨胀一路走高让美国民众较苦连天 其中汽油价格攀升让消费者最为头疼 白宫官员与民主党国会党团高层 宪政考虑为联邦汽油税推出税务假期 要求今年之内能够暂时免征 每家轮约0.18美元的联邦汽油税 以免民主党期中选举选情遭受通膨重挫 曾为两任民主党籍总统 曹尼经济建设蓝图的前任财长桑莫斯则说 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的手段 短视 无效 愚笨且花而不实 到目前为止 白宫并未对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背书 报道指出 暂时免征联邦汽油税 是否可以对民众带来减轻财务压力的实际效果 还是暂免汽油税最终只将让石油厂商获利 而非造福消费者 白宫资深助理日前曾出现奇变 据华尔街日报2月16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 美国司法部正在对一系列知名空投展开调查 涉及他们是否通过提前分享具有破坏性的做空报告 和使用非法交易手段牟利 包括浑水研究的创始人卡森·布洛克也在搜索范围内 据悉 司法部的调查人员已经获取了一些硬件设备 交易和私人聊天记录 旨在证明这些美股空投存在广泛合谋 随着新冠住院人数继续下降 洛杉矶县在2月16日凌晨取消室外佩戴口罩的规定 室内口罩令取消的日期或许也将提前 尽管有了室外口罩规则的改变 洛杉矶民众至少在短期内仍将被要求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 无论是否接种疫苗 这与加州其他大多数地区不同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主任巴巴拉·费雷尔承认 人们对口罩的看法存在分歧 他表示洛杉矶县正在评估在一些有额外保护层的地方 尽快取消室内口罩要求的可能性 包括核实疫苗接种状况的地点 有关这一可能性的细节将于下周公布 2月15日 现年61岁的英国安德鲁王子与向他提起民事诉讼的美国女子 朱佛里达成庭外和解协议 虽然法庭文件没有显示和解金额 但英媒披露和解金高达1630万美元 安德鲁王子恐在耻辱中度过余生 据报道 现年38岁的朱佛里称 他是美国富豪爱波斯坦的性贩卖受害者之一 并指控安德鲁王子在他17岁时对他进行性虐待 朱佛里在去年就此事向安德鲁王子提起民事诉讼 随着性情丑闻持续发酵 白金汉宫在今年1月发表声明称 英国王室剥夺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的军衔和王室赞助人身份 据此前报道 安德鲁王子对指控一直否认 要求法院驳回诉讼请求 但未被批准 2月1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声明称 欧盟推出总成本约60亿欧元的卫星互联网项目 构建具空间的安全通信系统 2022年至2027年将投入24亿欧元资金来自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 欧洲航天局曾表示 马斯克的星链太大了 以至于监管机构或竞争对手很难追赶上 一个人拥有世界上一半的现役卫星 这是相当惊人的 事实上它正在制定规则 声明表示 这一举措将进一步提升欧盟空间生态系统竞争力 因为新基础设施的开发将为欧盟空间产业 提供170亿至240亿欧元的总附加值和更多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 由于可重复使用火箭 小卫星等新的发展 载轨卫星数量乘指数增长 保护空间活动的生命力 直观重要